台湾人普遍的性格 比较亲切、活泼、有耐心 环保、性别平权等等方面 包括我在台湾多次见到性别友善厕所 这个和日本也多少不太一样 台湾既有日本的礼貌和谦让 又有东南亚国家的活力和烟火器 台湾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国家 但它的代贺之道确实是非常高水准的 去之前我的认知里面 会觉得台湾和日本是比较像的国家 毕竟台湾近代有长达50年的日治时期 而日本文化在亚洲属于代表性的强势文化 包括我的很多去过台湾的日本朋友也说 去台湾旅行没什么陌生感 就像是没出国一样 但是这次去了台湾之后 我发现把台湾说成一个小型的日本 是非常不公平而且不正确的事情 当然了台湾的确有很多的日本要素 比如各种日本时期留下的建筑 像是台南的街道 还有我看的最过瘾的古老火车站 等等这些不仅是古迹 现代的台湾捷运设计的思路 还有很多那种台湾的店铺看板印刷字体 用的都是很日系风格的江湖文字 什么堪亭流啊这些 一看就很日本 并且虽然早知道大部分台湾人彬彬有礼啊 但是去了之后 我发现比我想象的还要文明 一些小细节就能体现得出来 比如像这个 尽管这些方面和日本很像 但是台湾的地理位置位于亚热带 自然有着相当多和日本完全不同 比较偏热带国家人民的特点 那最典型的就是夜市文化 那台湾的夜市文化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而且成熟 夜市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商业模式 烟火气非常浓厚 这是在日本很难看到的 但是在东南亚国家就很常见 比如泰国啊 马来西亚 也是夜市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 当然了还有满街的机车 这些也是比较像东南亚国家的特点 那最主要就是台湾人普遍的性格啊 比较亲切 活泼 有耐心 你随随便便就可以和小吃摊老板 司机相谈甚欢 大部分都会很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 再赠送你一些微微微的看法 很容易交心 那这些都会给你的旅行体验 增加很多乐趣和温度 另外我粗浅地观察下来 台湾在某些社会议题上非常重视 尤其是环保啊 性别平权等等方面 包括我在台湾多次见到性别友善厕所 这个和日本也多少不太一样 虽然说目前全世界整体的舆论呢 是偏左的趋势啊 但是日本还是保持了相对比较右派的民风 我记得日本之前也搞过性别友善厕所 但是结果就是被民众骂爆 马上就撤了 因此台湾也是亚洲第一 且目前唯一的同婚法制化国家 这一点上呢 又比较接近西方左派路线 当然这可能和现在的台湾执政党 有一定的关系啊 左右之争啊 一直都是赞批两论的事情 我不多做评价 因此呢 我总结下来就是 台湾既有日本的礼貌和谦让 又有东南亚国家的活力和烟火器 还有紧跟世界主流价值舆论的前辈性 更重要的是啊 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信仰文化 和自己开拓出来的民主制度 所以单纯的说台湾像某一个国家 是非常片面的 那台湾呢 当然就是台湾 一个地处亚洲 却融合了多元文化的地方 仅此一家独一无二 我这一趟台湾行的影片当中 大部分时间是聊 我在时下的感受啊 对我观察到的东西 大多是正面的评价 比较少有吐槽的部分啊 因此偶尔会有一些人留言 说我什么舔台之类的 怎么说呢 那要看怎么定义这个舔 单纯的用舌头舔 的这个人类行为动作呢 那肯定是有啊 这个我必须承认 而且不光是舔台 舔中 舔日 舔泰 都有过 我说的是雪糕 但如果这个舔 指的是吹捧奉承的话 这个我还真做不到 首先舔和赞美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赞美是发自内心的 它的良心成本非常低 你想什么 直接说出来就好了 舔是违心的 而且是带有某种目的的 你明明心里不认可 却嘴上非要说着 它有多么多么好 所需要付出的良心成本极高 副作用还可能导致人格分裂 因此舔这种事啊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往往都是 比如某一些艺人啊 因为演戏啊歌颂啊 这都是人家的专业 顺手年来的事情 再者说呢 我对于在台湾所见到的人和事啊 基本上都是一个很理性的欣赏态度 那除了看见一些古物 我会比较激动以外呢 大部分时候我的感叹都是啊 这个不错啊 这个很棒 台湾人很热情 这点呢 值得学习之类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 台湾No.1啊 亚洲第一 华人之光之类的话 又或是什么啊 求求台湾人不要这么善良 台湾人怎么可以这么傻 之类的经典这颗语物 那我的用词和态度啊 基本都是非常理性的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几乎我对台湾都是欣赏 而很少有靠腰的时候 这个要从几方面来看啊 首先作为一个十天的游客 你能接触到的台湾十分有限 因为多数都是景点啊 街道交通饮食这些 你很难接触到什么社会问题 那是居民才会有感触的 我可以说中国日本泰国哪里有问题 那是因为我长期生活过 台湾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国家 但它的代课之道 确实是非常高水准的 偶尔有些地方的工作人员啊 态度没有那么热情啊 可能相对比较冷淡啊 但也绝对达不到恶劣的级别 而且这些在比例上来说 也是占很少数的 而且我全程啊 没有碰到任何一个宰客行为 如果有 以我的性格一定会讲出来 那不管它是不是个例 再就是很常见的中国人 吐槽台湾的建筑 说什么又老又破 还不如中国二三线城市之类的话 其实台湾这些老旧建筑啊 街道在我来看 根本就不是缺点 反而是加分项 因为它正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这才是我想看的东西 不然搞一堆五月五月的高楼大厦做什么 高楼大厦多只能说明这个城市人口密度高 或者是狠心没什么历史 跟发不发达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是去旅行的不是去看高楼大厦的 你看再多楼那也不是你的 那想看高楼大厦去找个Cyberpunk的游戏去玩就好了 当然台湾也不是没有高楼大厦啊 比如我去台中的时候就看到一堆 还有台北101 我甚至都没进去 对我这种老派喜欢历史的人来说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的确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 好像高楼大厦就是他们评判城市的唯一标准 甚至我的亲人当中有去过台湾的 也会有类似这种观念 我只能说他们不懂什么叫做文化内核 还有一个台湾人最喜欢批评台湾的点 就是交通 什么行人地狱啊 马路三宝之类的 我相信这种情况肯定是会有 但可能因为我生活在泰国 下线比较低的缘故 我觉得还好 台湾人可能对日本比较熟悉啊 什么都跟日本比 但日本的交通状况 确实是世界的number one 我十分理解 跟好的比 是一种自我反思的进步思想 但我也确实没感觉台湾交通 有什么特别离谱的地方 只能说加油吧 总之这一次台湾行呢 我的确是没有亲身经历到什么特别需要吐槽的地方 留下的回忆都是友善的 温暖的 如果以后再去台湾碰到什么不快 大家放心 我一定会讲出来 此次台湾行系列影片的绝大多数观众留言 都是非常正面的 而且还给了相当多的建议与知识的补充 虽然我这次行程安排的非常满 不可能所有地方都去到 但这些补充建议都极大的丰富了影片的内容 以及给我之后再去的参考 在这里真的是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的参考